我們不在乎興奮 但決定不要認為臺灣人民會在壓力下降速 我們會繼續註斥國防 展現自我防衛的決心 確保沒有人能逼迫我們走向中國所設定的路徑 因為中國所設定的路徑頂頭 不會以臺灣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更為了兩千三萬塊的主權 當我們越來越好 中國給我們的壓力就越大 所以我要提醒所有的國人的同胞 我們沒有鬆懈的文献 此時時刻的國際政治正發生劇烈的變化 維權主義的擴張 讓全世界支持自由民主價值的國家都有解決 而臺灣正處於民主防線的最前緣 我們會再次提醒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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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